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那個F10安裝無線科技T9的安卓機 還有那個專用的環景系統 環景的鏡頭在後置鏡下方我們會挖一個鏡頭 那就是讓車主打方向燈的時候可以照旁邊 那前面如果停車靜止狀態的時候 我們也會做一個前鏡頭去讓你照前方 那這些環景都有具備行車紀錄器的功能 我們也會提供一個USB隨身碟讓你記錄影片 好 這邊 鏡頭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進去裡面跟大家介紹安卓 好 首先我們打個方向燈給大家看 好 現在我所使用的是我們的環景系統 他現在在打切右邊方向燈 好 打左邊 我後退檔 這是我R檔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裝的這套還有環景系統 標線畫面都還算非常的清楚 現在剛剛看到的是那個安卓機的部分 那我們的設置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安卓版本已經是久了 然後他這個記憶體喔 有64G 非常非常多 記憶體的部分非常多 絕對夠用 很多車友都說怕不夠用 其實他都很夠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導航的部分 我們無線科技的T9 我們是設定那個PapaGo 衛星定位完全 這時候是正版的 所以你只要用Wi-Fi就可以更新 那我們可以透過旋鈕 旋鈕加 再飛 然後也有應用 非說的話可以直接應用程式 像剛剛我們有放歌 那我們也可以用語音來做搜尋 再回到剛剛那個 聽廣東歌 我們那個隱藏室的Mine在這邊 這是10.25寸 我們把它按略過 現在Youtuber都很多廣告 所以有點麻煩 你要等他跑完 我們的那個Youtuber的畫質支援到720p算非常的強大 那如果說你今天開Google Map 那我們下去開Google Map 好 各位車友看到 你現在看到的是那個子母分割的畫面 非常的強大 但是那個PapaGo不支援子母分屏 先跟車友們報告一下 然後切回原車這邊也可以 應該大部分會裝安卓就沒有人會切回原車了啦 安卓版本9 非常的強 如果不想用就把它推開就好了 這樣子 按住 拖曳過來 畫掉 這樣就可以用子母視窗了 如果你有需要有導航子母視窗 你就可以用Google的地圖 然後再搭配Youtube 如果你喜歡用PapaGo 那你就不能用子母分屏喔 要享受大畫面就把它展開 這樣就可以展開了 好謝謝大家